今天来吃二分之一蛋白和整个蛋黄 灯光照射下找出气势的一端切割 以免损伤蛋白 然后撕开薄膜 分开取出蛋白蛋黄 这里朱教授想问个问题 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 评论区告诉我 接着分别把蛋黄蛋白捣碎 然后放在厨具上翻炒 蛋白上撒上椒盐炒香 蛋黄同样操作 不同的是蛋黄 撒的是十三香 炒好后准备香葱 裁切二十一根两厘米的小段 再解剖一根香葱备用 然后拿一个圆形模具 把葱依次排列进去 外面一圈顺时针 里面一圈逆时针 强迫症痕解压 接着把蛋黄蛋白填充到葱内部 最中心填上蛋白 内圈填上蛋黄 外圈填上蛋白 是不是想吃了 别急 模具外面包裹刚才解剖好的香葱 最后拿根香葱丝系好 可以取出模具了 一抹来自奥尔良的 Sweet Sauce 匿名小花 好了宝子们请与我一起享用吧 Malka Barka